我們甲上科技這個,它的好處是你連軟體安裝都不用 因為它雲端的,所以你就進去就好 那它本身有中文,你只要進到這個網址,登錄一下註冊好的 按START NOW進來,就會有看到中文的介面 而且這個可以用在手機上,或者平板上都可以用 所以如果您可能是行動載具的,這種班級,有這樣的裝置的話也可以用 因為它沒有軟體的限制,所以你要產生一個專案就按一下 免費的話我記得最多好像是六個專案還是五個專案 所以我就按CREATE 各位,再感受一下POWER TONE的魅力吧 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人跟我講一下,這個你不會 左手邊投影片,下面時間軸,右手邊 這樣還要交嗎? 你不覺得這兩個軟體放在一起就 這樣不就解決了嗎? 所以我就跟你講,以後我們都叫POWER TONE就好了 對不對?這樣就會啦 那你一進來,它會有一個塗層幫你蓋住嘛 就導覽的 要變中文怎麼辦?右上角 有沒有看到伊恩? 我很少看到一個雲端服務 中文只提供反體中文,沒有簡體中文的 這家公司要給他拍拍手 YES 有沒有覺得這樣看起來熟悉一點? 對不對?它不是簡體字喔 中文就是真正的,反體中文 所以你這樣進來的時候,這個圖層如果你不要 反正教學的就把它刪掉就好 刪掉就好 那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你應該知道,右手邊有沒有一堆範本 不會的就從這裡找 這樣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要這個點下去 它就幫你載入啦 這個叫範本 這叫範本,所以點兩下 好,不用存檔 我們先看看 點兩下 是 現在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那Cloud Animator 它跟我們一般做動畫有一些不一樣 因為它保有互動 我們一般動畫就是只有看而已 它並沒有產生互動的部分 但是這裡有 所以這是它的優點 使用方式其實都得同 你看現在有沒有四張投影片 那你就可以預覽一下 不過呢,你要編輯它要留意一下 要麻煩你 因為它為了有比較大的空間 預設時間軸沒有打開 有沒有 所以你這個地方要先打開 這裡要先打開 時間軸右下角那裡 有沒有時間軸才彈起來 這個時候你才可以編輯它裡面的內容 但是你可以稍微拉動一下 像這樣 你要哪一個點到它,點到它 是不是都可以編輯 而且你不覺得 怎麼看起來都那麼熟機 這叫做入場動畫 所以如果出現在後面叫做什麼 離場動畫 出現在中間叫做特效 真的都一樣 真的都一樣 所以像這邊你要編輯這個 像這裡 進場 我點到這個文字的標題 你看它這裡有個點兩下 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 有沒有進場動畫 看到 然後呢 你可以哪個方向進來 時間 還有縮方的中心點 就在這邊 右手邊直接去設定 就是像這樣子而已 這樣 所以你要進來 有沒有它馬上就預覽一下 有 有 powerpoint上升的感覺嗎 因為 powerpoint 是不是滑過去就有效果了 對不對 那如果滑在中間 滑在中間 它就不叫進場跟離場囉 有沒有發現叫加強 加強就是不斷的做那個動畫效果 所以如果你像它原地彈跳 滑過去 它就一直跳一直跳 跳到你 跳到你不想到跳為止 好就是像這樣 所以我把它點一下 欸 它就跳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都在跳 好就是像這樣子 好那下一個 切換過來 都一樣 這樣跳看 好那你要真正要預覽 就可以按一下這裡 影片輸出 這邊 不是啊 這裡有個預覽 它會另開一個頁面 讓你去看一下它預覽的效果 好 好累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flash不行之後 感覺起來網路世界比較平靜一點 因為flash有多媒體啊 可是 你現在沒有它之後 你會發現說 以前玩遊戲好像有很多影音聲光效果 然後那些互動 現在互動是還有 可是 變得那些都是層次化 可是影音這一塊就少很多 可是這一塊它把它補齊了 你按一下滑鼠右鍵 有沒有發現是這樣 好 所以這個呢 拿來做教學上使用 其實也很好用 因為 你如果好了 你只要給它網址就好 因為這個你不用下載下來 它是放在網路上 好 放在網路上 你只要網路上黏上去 我就可以看 那一樣可以上頁下頁 你也可以決定它是要一起連播下去 還是撥到這個頭裡面就停止 讓人家做什麼 選擇題 因為這裡是有互動的 所以它的範本裡面啊 你可以找找看 你看右手邊 它有的 這個範本 是有question的 我看一下 training這個是簡報 我記得有一個是有question的 就是問問題的 所以你往下走 往下走 這裡有沒有 可以問問題的 所以如果你要有一些互動的 你要問問題 填進來 它就可以在那邊去回答 這也是它很特殊的地方 那如果你確定好 你就把它存檔就好啦 儲存 它可以讓你自己選擇專案名稱 還有你要用的專案的縮圖 你知道哪一頁 那最重要就是說 你存好之後 你必須做一個發布的動作 你發布了之後呢 才可以怎麼樣 取得那個網路 你沒有發布 就等於是那個專案是你私人的 別人不能看 別人不能看 所以這個地方 我先存檔一下 好存檔的 但是我已經打到上界的有沒有 因為它那個 免費的一個帳號是五個 五個簡報 好五個簡報 所以我這邊沒關係 我就回到外面就好了 來 所有 我就回到最外面 我的這裡 好我的專案 好這裡我就不用存檔了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在這邊 預設各位的會是鎖頭鎖住的 好那你把它公開了之後呢 這邊就有個網址 有沒有一個分享 可是前提是這個鎖頭要 要怎麼樣 變成公開的 好然後我按下分享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這個網址在這裡了 當然如果你有需要 砍入到比如說學校的頁面也可以 他有提供iFriend的語法 好有提供iFriend語法 這邊一樣可以用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複製起來 你就可以打開 這個就是別人手進來看到的樣子 好 反類一下 你可以讓它自動播放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就是在後面這邊 就是 就看要不要讓它像這樣有停下來 這樣是不是把以前的一些Flash的感覺 稍微抓回來一點點 好像這樣子 那另外呢 這邊還有一個我給大家看一下的 就是 我看我的專案這裡 如果我進來編輯它 進來編輯它 您看一下這邊 因為其實剛剛您都用過的 你看右手邊這裡 好 找到這邊文字就文字 有沒有 無法增加 單一個頁面上限50個 這裡 如果說 你覺得 我不想用範本 它也有針對每一個slide 可以選擇 單一頁面的 範本是不是整個全部 對不對 我們剛剛進在左上角這個 第一個 這個的話是全部的 就是一進來 就整個範本就替代了 那第二個呢 叫做頁面 也就是單一個slide 你也可以套用範本 這樣了解 因為有時候你不需要那麼多 所以我就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那另外它還有比較特殊的 就是這個圖片 這裡 有沒有看到前面幾個都是動畫 這個就蠻好用的 所以我在這邊 比如說我先跳到另外一個頁面 這個物件比較少 好 點到它 嘟嘟 你有沒有發現 有角色的那種感覺 我們剛剛買的是不是有角色 所以它同一個動畫裡面 有沒有 同一個人有很多不同的動作 你就點它一下 它就不小心就進來了 沒有進來 沒有進來 嘟嘟 好 點兩下 載進來 這裡 有沒有知道就是動畫了 你看喔 稍微可類一下 這樣有嗎 這是一個 另外你看 這裡 聲音就不用講 但是這裡 就跟我們剛剛在哪裡 比nmys一樣 有沒有可以把文字轉語音 一樣的 但是比較抱歉 它只會講幾種話而已 這裡 普通話 這裡 對不對 那它的聲音只有男生跟女生 就是Google的那個 Google小姐的 所以 如果你點在這邊 把你的語音放進來 好 在這邊 我們就可以先play一下 歡迎大家進到此群組 一起進行翻轉學習 有沒有 音調跟速度 都一樣的好了 套用進去 那就可以放進去了 好 那因為現在長度不夠了 所以我就沒差 這樣有沒有覺得 你只要學會一套 另外一套好像自然就會了 這樣子學東西有沒有很順水推舟 因為我都一樣的介面 使用起來就會更容易 這樣 我就先用這樣介紹方式 讓大家了解 如果你有興趣 再回去參考一下